三国时期即使中原再怎样争斗不休 却始终没有外族能够入侵 这是为何 其实原因很简单 看看镇守四方的是谁就懂了 公元166年先卑人联合枪人叛乱 而朝廷派去平叛的将领则是汉末名将之一 号称梁州三名的张焕 在他的指挥下先后平定了乌缓东枪之乱 并且镇守梁州期间缓和了汉强两族的矛盾 受到后世极高的评价 张焕平叛的军中有一位军司马 他叫董卓 他在西梁任职期间数次大破匈奴 经常斩获数千 受到梁州三名之一断影的赏识 董卓不仅武艺超群力大无穷 还不贪恋财物 每次得到赏赐都分给下属官吏和士兵 因此他在军中很受爱戴 而他镇守西梁期间也没有外族胆敢侵犯 西北有张焕 段颖 董卓镇守 东北却依旧有游牧民族作乱 而镇守大汉东北的则是英气勃勃的白马将军 龚孙赞 他曾经带着几十名骑兵外出巡逻 遇到数百鲜卑骑兵 眼看就被追上 于是他奋力一搏 转身向胡人杀剧 最后反而冲散了胡人的阵型 当然三国的主人公曹操 刘备孙权 也都有出色的对外战绩 其中以曹操的对外战绩最为华丽 公元二零七年 曹操带着虎豹旗北伐乌环 于白狼山一战中 麾下大将张辽 振战乌环缠鱼踏盾 蜀汉也有许多对外战争 诸葛亮平定五路大军时 其中就有西枪军队 他派遣马超带领清兵 成功击退了西枪来犯的外族 随后南征云南七情目惑 将南蛮彻底归纳为蜀汉境内 安定了蜀国南方 孙吴面对的外族 主要是山岳 从周瑜到陆逊 每一任孙吴大都督都制定了 抵抗山岳的政策 他一生多次平定孙吴境内的山岳盘乱 收编山岳叛将 并且改编山岳百姓为大汉子民 为孙权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大后方 也因此让东吴政权成为三国中 苟且到最后的一个国家 纵观三国令时 有曹操诸葛亮董卓这样的抗边名将 也有张焕 贺奇 田玉这样没有名气 却战绩赫赫的名将 正是因为由他们守住大汉的每一寸疆土 才能够抵御外族一百多年 做到不交胡马杜英山的成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